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了杨宝泉修训院的节目 今天这个节目 我准备给大家呢 讲述一个 不算是长篇吧 一个中篇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纯属本祖世人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偶然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山姆小镇 这个小说当中的主人公啊 咱们展现叫他山姆大叔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老人 他脱家带口 来到了这么一个衣山傍水 就这么一个小荒地吧 不能说是因为当时是什么都没有 只有山和河流在这里 他来到了这里以后呢 自己动手到山上去砍伐一些木材 建起了一个小木屋 当前在他的木屋前面呢 没有路 只有他和他的家人 在这里呢 修建了一个小木屋 然后呢 他在地上 定了一块牌子 这个牌子 上面写了这么几个字 山姆小镇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当初他就是这样 凭着自己的感觉 因为这里只有他一家人 什么都没有 后来呢 四处八方 过来的人多了 在他的门前呢 出现了一条小路 然后他就 除了自己每天 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 为路过的行人 烧一些茶水啊 还有一些 简单的这个 饭菜啊 这个时候呢 他就感觉这个生活 丰富起来了 不是他一个人 也不是他一家人了 陆陆续续 来的这些朋友 他呢 在这里 简简单单的 为大家提供一些 热热的炕头啊 屋子里一个小火炉 围着火炉取暖 大家在一起 吃点烤肉啊 然后呢 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 端上了一碗 还带冰茬的这个冷面 围着火炉 吃点烤肉 喝一壶老酒 然后 像窗外一望 窗外还飘着雪花 这种生活 让他和他的家人 还有他身边的这些 路过的朋友 流连忘返 然后这个地方呢 慢慢慢慢的 这个小镇呢 就叫起了 知名度呢 就提高了 大家呢 纷纷的愿意 到这个小镇上来 大家在一起 说说笑笑 交流各种各地的这个信息啊 啊 你是哪里的人呢 我是哪里的人呢 然后呢 大家在这个氛围当中呢 过得非常愉快 那么这个山姆小镇 这块木牌子 还在那里订 这个房子呢 一间又一间 落户到这个山姆小镇 有人问 很远的人就会打听 这个山姆小镇在哪啊 那个时候信息 还不是那么 传播的那么很快 大家还是靠传统的方式 你告诉我啊 我告诉你啊 大家路过在这里啊 看到了这实际这个情况 哎 刚刚开始体验到了 这里的这个生活以后 有人就 坐落到这儿了 和山姆大叔 做了邻居 那么 从此以后 这个小镇 就有了邮局 就有了商店 就有了现在的一切 一切 大家还是按照老习惯 经常到山姆大叔家 来做客 来在他的火炉旁 吃着烤肉 端着大碗的冷面 里边还 带着冰糖 喝着 老酒 望着窗外的雪花 久久的凝视 还有这里的星空 晚上这里的星空 满天的繁星 让人感觉 让人感觉真的心旷神移 这样的日子 开始了 这个山姆小镇 也完成了他的开天 匹地的第一篇 谢谢大家 明天 我会把 这个小镇的第二篇 小镇的繁荣 呈现给大家 希望 喜欢这个故事的朋友 和我一起互动 和我的屏幕上的电话 进行沟通 谢谢 谢谢